我們身上不是除了七大脈輪以外 還有一些小脈輪嗎 我們關節啊 然後身體的所有地方 所以他說練瑜伽的好處是 你可以把那個身上的 有點像混螺給你打通 就是你會身體比較有彈性 然後你的血路會暢通 然後氣血通暢的時候 你的能量就可以比較順暢 不然他就會暈色 比如說他跑到你比較緊的地方 或者是卡住鎖住的地方的時候 他就過不去了 然後下面的也上不來 所以他說 對然後他就說 所以為什麼你想要有更好的體育 其實真的不要搭配 瑜伽的練習 就是他可以幫你把那個能量啊 就是整個賣 賣路 都把它就是暢通 然後你在做晉晉影響的體肌 就是會更深啊 更好 因為你的